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当红花旦的作品被积压,杨子被男主拖累,唐嫣杨颖情况一致待观望 一部影视剧最重要的就是男女主角,越是当红男女主角主演的剧,越是受电视台和网络平台欢迎 因为他们的流量大粉丝多,会增加观众的受众群 但当红男女演员的剧也不一定会正常播出,差点运气的话会被无情积压,拖上好几年之久 刘亦菲主演的《男烟斋笔录》被压四年 在大批电影女演员投身拍摄电视剧的时候,刘亦菲也顺势而入,与警百然搭档拍摄《男烟斋笔录》 该剧根据可小沙和左小灵联合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都市白领堂漫 在事业与爱情皆遭遇重创后,回到老家休假疗伤期间发现一本残旧的书稿的故事 经过辛辛苦苦的拍摄,该剧于2018年顺利杀青 随后进入宣传阶段,眼看要定档排播的时候 男配角赵立新发表不当言论,公然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 经过发酵影响甚大,直接被判为猎记忆人,相关账号直接被注销 赵立新虽只是配角,但他与刘亦菲景百然之间有很强的剧情线 直接删掉会影响观看效果 找人补拍又消耗巨大,所以时隔四年这部剧一直被搁浅着 迟迟没有播出的消息 刘亦菲在拍摄电影多年后,转头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就这么凉了 真的非常可惜 唐燕阳影的剧因男主吴秀波被积压,处于观望状态 当年的吴秀波,是很多演员心目当中的优秀前辈,有着实力帅大叔的美誉 很多女演员都乐意和他合作,来提升自己的档次 可惜前几年人设摊塌,不得不低调形式,现在在娱乐圈不见踪影 主演的影视剧短时间内不允许播出,但并没有绝对不允许,还看后续的情况发展 唐燕与杨影分别与他有合作,这两部剧都被积压四年之久 唐燕与吴秀波合作的是《无名侦探》,讲述1932年128事变后的上海滩十里洋场 看上去依旧繁华,曾经是租借补房神探的曾某吴秀波是 为了调查养父身亡真相回到上海,和女警杨雪唐燕是一起侦破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案件的故事 该剧于2018年杀青,被积压四年之久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播出,只能看运气 杨影与吴秀波合作的是《欲望之城》,该剧讲述江年华因为林丽彻底走出焦虑抑郁的阴霾 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的故事 杨影饰演的林丽是一位职场女性,具备治愈功能 2018年该剧《杀青》后,杨影满心欢喜地指望着通过这部剧翻身,实现口碑弹逆转 还与吴秀波一起上,跑男宣传 结果吴秀播出事后直接当头一棒,使愿望破眉了 现在的杨影已经放弃这部剧,短时间内只望不上 杨子被男主角拖累,需要重新补拍 杨子作为时下的演技派小花旦,电视剧不愁播出 只是天不遂人愿,主演的大型古装剧《青三行》原本被认定未爆款 在临门一角播出之际,男主角吴某凡竟然出事,被划分为劣迹艺人 该剧肯定不能播出,杨子的宣传计划被打乱 只要任由作品被积压,截至目前已经被压两年 作为投资方的讹厂,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 换男主角补拍,杨子配合相关戏份重新拍摄 这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该剧只能继续被积压 等到重新补拍完毕再说 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